阳气道百病消 肿瘤早期产生的可能都和阳虚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今天来分享离可老中医补阳的秘诀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为什么说肿瘤癌症这一块早期和阳虚有关呢 《黄帝内经》有这方面的利润 《黄帝内经》《灵书经》里面说 吉之所生,得寒乃生,绝乃成吉 这些所谓的吉其实就是有形的种块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些飞行里面倒不完全是寒 但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阳虚寒气生的这个影子 另外我们《黄帝内经》常常说这个阳化气阴成形 因为阳化气阳的就好比火 你热度够了,它能把那个水变成水蒸气 而不至于说是有形的这个病例产物堆积到一起 你像那个痰食啊,淤血啊等等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阳气充足了以后呢 它把这个阴液堆积的这东西给化了的原因 阴液成形的包括所谓的肿瘤啊 增生啊,囊肿啊,子宫肌瘤啊等等吧 所以说要想免除被肿瘤困扰的侵袭 其实这个补养呢有的时候是关键的一项 而倒不是说你得了这个病以后都需要补养 而是说在早期我们认为补养这一块呢 能够减少你患这种病的这个几率 这个当然我们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说 另外呢,我们主要是为了分享离可老中医 善用父子,然后用温阳的办法来治疗一些重疾病的这个情况 首先我们看离可老中医他呢就是善用父子 他把父子的量用到了很大 包括神奇在穿五草窝之类的 但是他用父子的目的呢在于回阳救腻 这个补火助阳纯热的这个药呢 就有回阳救腻的情况 什么是回阳 是因为你的阳气要陷进的时候 我们才用回阳 救腻什么是救腻 就是说你这个器械将要陷走 就是说这个人将要没命的时候 我们救你把你救回来 这个是用这个药的一个耀眼 所以说呢 离可老中医就是擅长用大量的父子 来救助这个心衰垂危的重症 包括一些肿瘤的这些个重症 比如我以前呢在这个学医案的时候呢 有过这么一个医案 就是多发性的骨癌 这个五十多岁的女性 她的父子的量呢 从七十的量最后用到很大的量 最后呢这个病人的疼痛减轻了 然后呢又改成了致父子来维持 后来呢 取到了很好的疗效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人体的阳气与阴邪斗争的过程中 我们的阳气 如果说靠你自身形成的这个阳气 没办法和阴邪抗争呢 这个时候呢 病情是一天天恶化 所以这个时候呢 病人呢容易出现这个阴性阳衰的情况 甚至阴性阳症 其实很多的这个重病 包括这个心肺甚至肾这一类的病 到最后都是以阴寒为主 包括我们常了解的这次新冠 我们这个看报道的就知道 解剖了以后呢 看到这个白肺里面 全部是大量的痰湿和粘液 这个时候如果身体的阳气充足 是不是这些粘液就不会那么形成了 当然我们现在是这么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能更能够看得出这些偏重一点的病 阳气对这些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那这个在治病当中 你自己的阳气不够 我们用温阳 温阳最好的第一药药 就是父子 所以说只有用了父子 尤其这个生父子 他能够把你残存的那一点阳气 给激发出来的同时 能够把你身体的阳气收集起来 对抗疾病 所以说有的时候用这个生父子 包括一些玄米反应 治父子就有这些玄米反应 我临床当中 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头 那个时候就开治父子 用到了六颗 然后他就出现了很严重的玄米反应 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这个阴邪不愿意自己的退去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用大量的阳气来推他走 邪气是不愿意主动离开的 这个其实 正邪之间的斗争 有的时候就像社会上的斗争 坏人他愿意自动退去吗 他不愿意自动退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大量的补阳药 让你身体的阳气渐渐恢复 这个时候达到阴阳平衡 我们说了 这回阳第一药药是父子 离可老中医也善用父子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父子是有毒的 尤其是生父子 我们专业的医生用起来还得很谨慎 你就拿我来说吧 这个行业也十多年了 但是我就没有用过一个生父子 为什么 抢救肌肉的病人 我们几乎碰不到 我们用致父子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说过 这个中医里面有一个叫 温阳派 有一个叫浮阳派 人家父子其实就是100克开始 但是人家有特殊的那个监主方法 包括前几天呢 我们发过一篇文章 说这个有一个人自学了中医 一个月了以后呢 把自己虚脱 他里面开着这个药呢 他拿那个方子给我看 然后说那个父子呢 后来用到了100克 甚至呢还用过生父子 很多小伙伴们就在评论区里质疑说 这是这个中医 你是不是黑中医啊 难道不让我们自己去学中医吗 甚至说离科的这些书 你看了没有 这个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离科这个书 我不比你们翻的少 每一个医院我都看 里面很多的方子 我还在用 还在用于临床 这个我们经常用 但是呢 我们几个学中医的在一块就探讨这个问题 慢性病不等于危重病 一定把这个给弄明白 我们鼓励自己去学中医 离科老中医是自己学的 明医月美中 他是自己学的 包括我比较尊重的这个曹颖妇 也是自己学的这个中医 为什么说中医能够自学 就是因为中医 他这个悟性 你对药方的理解 不是师父能教给你的 也不是说课堂上能教给你 但是在这儿我们必须量明一个观点 不论评论区里那些人说什么什么 我自己敢吃多少生父子 我自己敢吃多少生细心 这个还是要告诉我的粉丝朋友们 真的不希望你们自己去尝试这些个药 因为这些个药出人命的比比皆是 这个我们自己接触过这些 就拿这个川屋草屋来泡酒喝 以酒中要人命的大有人在 所以这个呢 一定是在辩证 你用生父子 你用生细心 你用生伴下 你能达到离可老中医的那种程度吗 离可老中医他自己讲了 他是怎么用到这个方式的 他是自己最早给这病人开 开了三天 病人听错了吧 三天要搞到一块去好 结果感觉好的效果 那首先前提这个病人 因为离可老中医这部书 专门介绍的就是危重症 我们自己自学中医的呢 你自己给自己开也好 你自己给这个亲戚朋友开也好 但是呢 你一定要谨慎 谨慎又谨慎 像这一堆的药呢 要少用 危险一堆的药呢 你先不用 你说我有一点冷 还要流口水 肚子凉 吃一点凉的大肚子 寒父子的忠诚药 父子离中丸 你吃两碗行不行 如果一吃上火 我们就停行不行 找专业的医生 这样他不可以 我的粉丝朋友 有一个来到我这就说了 父子用到过40克 照样腿寒 照样凉 照样摸上去凉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 表羊 根羊 气欲 羊气不达 失欲 羊气不达 等等等等 你这个东西 你能变得明白吗 所以像这样的用父子 这样的用细心 这样的用生半相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这么用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是这方面的情况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帮你辩一辩 这些都可以 评论区里 有人吃这个吃那个 这也有可能是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就为了学义 人家自己就试这个药 我自己也有试药的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 这些个药不害人 不伤人 另外呢 我们看 离可老中医开那个父子 第一 怎么尖 给病人有交代 有的时候是离可老中医 自己尖的 还有 他自己有一套 解父子毒的那个药 你像这个东西 你都不具备 你怎么去跟人家 来比用这个父子呢 再说了 不用父子 治过很多病的医生 也大有人在 这个倒是我们初步 开始学习的一个典范 倒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自学中医 我们应该学了一些偏语勤吻的 等你把这个基本功都掌握了 基础打牢了 你再用这些个方法 离可老中医在他的结尾也说了 他鼓励这个不要用眼割了的中医 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病 碰到这疾患很适合的 我们也大量的用一些药 但是这个只仅限于一些探索 因为平时我们碰到的这些病 其实就是一些日常常见的这些小病 真正达到那么危重的情况 常常碰不到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不怕有争论 但是不能害人害己 好了观众王医生一起做注意